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时来运转》 阿伟是一个典型的懒惰青年 平时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上进心 生活来源就靠着和朋友二狗一起去片场跑龙套 情感方面也是一片空白 每天拉里拉他的自己醒来 老大不小了还和老爸住在一个房子里 不过阿伟的爸爸却是一个厉害的人物 因为爸爸是一个道士 不仅算挂非常精确 还能看见点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很久前爸爸算出阿伟的生命不是特别的长 为了让儿子活得更久 多体验几年人间幸福 爸爸让自己的老婆 把他八几十年的寿命云给了儿子 因为爸爸算出自己老婆有好几百岁可以活 老婆很热心 常经常把自己的寿命借给别人 但老婆的算数能力又不太好 这一天老婆算错了寿命 一不小心云超了 于是当场嗝的屁 爸爸为了儿子的安全 每天都嘱咐他很多注意事项 这一天老爸算了一挂 然后叮嘱阿伟今天千万不能碰水 阿伟也非常听话 虽然他和朋友来到了海边 可是却用塑料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只不过人生处处有意外 这天跑龙套的时候 阿伟从楼下摔死了 在医院抢救的时候 阴差来了 然而这个阴差不是别人 正是二狗的爸爸 二狗的爸爸自知自己养兽不多 就每晚去阎王那里兼职做阴差 工作一整晚就能给自己增兽三小时 眼看着是索命对象是自己的熟人 二狗爸于心不忍 由于阿伟的性命好几天没有收回来 阎王有些生气 就直接收走了二狗爸爸的性命 俗话说的好一命顶一命嘛 二狗的爸爸死后 阎王又找到了二狗接替爸爸的工作 晚上成为阴差之前的征兆就是会头疼 因此二狗并不想做阎王的助手 于是就找上了阿伟的爸爸 希望阿伟的爸爸施法帮自己摆脱阎王的束缚 于是阿伟的爸爸就去寺庙找了一群高僧 想请高僧帮忙拖住阎王派到人间的探子 毕竟没有探子 阎王就不知道究竟阳阶会发生什么事 刚开始他们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那就是花钱 不过这些探子也全部都是贪心的鬼 把钱烧完之后 他们又回来抓二狗回去复命 而这时高僧们趁着探子出现 开始念经做法 最终把探子们用冰块给封了起来 本来大家以为皆大欢喜 既能保住阿伟的性命 又能摆脱阎王的束缚了 可就在吃饭的时候 阿伟的爸爸突然开始头疼 就像二狗和二狗的爸爸之前一样 这下子大家瞬间举的事情不妙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英国总是有轮回的 有些 对